完全站出來 譚詩衛的球一一送上來 看看譚詩是否能夠紋理 也能夠紋理 包不到她的手門 這個球陳秀賢被施理撞到 因此這個球就算湧入龍門 求證張啟明也立即吹罰 因為施理衝門 其實施理今年在東方陣中 大大後備 因為現在她有機會上陣 就是因為力臣受傷切施的註冊 才到她有機會 沒錯,開球之後 東方因為力臣的犯規 會鋪炸壺 現在紋理和譚拔士兩個有多點爭執 兩個前額黏著一堆 執法的球證就是張啟明 張啟明立即出來打開 這個球,紋理頂了一個球落地 落地之後大家翹翹腳 就忽然譚拔士起來推她 這個又作勢,沒事 譚詩衛主題,這個球有一盞盞進來 真厲害 法律通的守門員陳秀賢相隨鎮出 再罵來的時候,罵出底線外面 這場球賽前一般都認為 東方取勝的機會是較高的 大家看看整場球的表現又如何 這個球陳秀賢出來 打手旋打得很漂亮 否則的說奧沙可以頂到這個球 打到這邊,和仔鬧出底線 好了,輪到法律通拆動攻勢了 左路一斬斬在中間一截 希福特又被人摟一摟 大家同樣一個詐狐 原因是希福特是接球的時候 被對方的法律通的中鋒 這個格拉咸是撞他的撞 撞掉了,脫手之下格拉咸勾 勾了這個球入網 但也求證吹佛是撞龍門在先 大家都勝負詐狐 然後法律通的守座 麥特蘭這個球哪走哪射 第一時間咬腰,你就召過去 好,看一看,咬腰就撞過去了 大猩猩是伸手敏捷 風位兼跳到盡 用右手把球衝出龍門後面 因此打到現在為止 雙方互有攻守,還沒有記錄 和仔,一比給了譚拔士 譚拔士扣球回到中間,羅計劃去 好,回來球球的林慶倫勾跌了 球證張啟明豪不猶疑,直指十二碼點 看看這個球是否十二碼 譚拔士一撈撈過來中間 跟著羅計劃去 好,腳去了之後被人勾了 跟著右腳的重心腳踩到地的時候 還是踩著白戒的 球證判過十二碼 幸好這個球你見和射的 不是他又被陳秀賢救出平息了 這次的紛爭 看看李健和射的十二碼 被陳秀賢看得到,雙手拍出了 好,打到這裡,球證就明白了 上半場是兩無紀錄的 要等下半場才能夠分出高下 在這個長球打之前 梁小姐上星期日球迷世界接受 我們訪問就說 他認為白奕東的龍門 是他們最大的隱憂,可能是輸輸龍門 但觀到陳秀賢上半場表現出色 而且還能夠救到這個十二碼 好,賽事已經進入下半場了 林慶倫在前面拿不到球 然後球竟然打到林慶倫道 看看貝利怎樣 一擺擺中,這個球是犯規了 偉仔回來,強硬把貝利鬆跌 發奕東今天由於這場球有愛華士 就是佛庭賽的,很上陣 好,這個貝倫送出來 加油… 一衝過來,球證一批 剛剛死角入望 記憶所及,卡拉咸在銀牌賽 入球率很高 我們看這個球 有一批,他走過來 有一批的球,剛剛是批正的球 扮地入,希伏特大猩猩 無論你怎樣都伸手 只看著這個球是任何的 準決賽,贏藍的那場球 也是憑卡拉咸先開紀錄的,頭錘 好,那麼被人看低半線的髮型通 先打開紀錄 當然咸東方越不離職的話 這場球會獻起高潮 李健和在右邊替東方開國球 一個長的開來中間 頭錘一撮,阿批 好想張智德掩護空門 救出這個球派風不輸 想到達救運 剛巧張智德在戒馳 用左腳救回這個空門球 這個機會就是東方追成皮卡 國球一開出,又頂上去 然後在中間的這個 施力把這個球改變方向 看白陳秀賢投降 但是張智德掩護空門 救出得保不失 仍然是紅色三個快翼通 領先一球球的 好,比過來是這個施力 彈過來基亞先 基亞看通中間有人了 有一斬直線,兩個都漏了 一頂,再一個頭錘匯傳給和仔 和仔狹窄角度抽射 被人緊壓之下 就是射出去橫,射出底線的這個球 這個球的合作性相當高 一個頭錘和仔頂過來中間 然後坦白時回敬一個頭錘 一個撞長式的入試和仔狹窄角度狂抽 誰知道抽到龍門旁邊 仍然東方落後零比一 看得快翼通又怎麼樣 這個麥柏蘭在左路下不了底線扣 用左腳斬過來中間 林興隆一浪,第一浪就好 浪的波浪一輪輪進進 弄得兩腳之下就被人包叉了 羅繼華回來包叉,看這個球 林興隆的第一浪如果浪得好 有機會浪得好,有機會 浪了過去身旁 如果浪在面前立刻可以起腳 弄得好,弄得好球已經羅繼華封了位 好,現在隔壁走一避 避開了一個能力,一斬過來中間 好,奧沙回來一頭解圍 有落落到細軌道,細軌拉的地球 可惜成縱目標 細軌這場球真正好 剛才看見他救了空門 現在由助攻上來 這個球很拿命 因為龍門最怕這些球 葛草式彈地過來 你看希伏特,撲到臉都青了 我們再從另一個角度看 球押出來,有一次 細軌射軌射也有名 腳頭不錯,這個球只差一點 好,反過來又看東方角球 整個人都漏了 但是再撞過來,看看球全都高了 完全是球全高了 賢仔也不用看 賢仔今天被Pieter兩一擊之後 打出自己最高的水準 這球球中間全空了 完全漏了 彈麥士一撞撞過來,沒辦法中龍門 最後一球再撞高的時候已經全高了 這時候東方都按著發洞來攻 另外有一次角球 中間出來射定彈,彈下來 一堆混戰,大家留意 麥麻麻的禁區裡面 紅衣要成七八個球員翻過來 而東方也很心急這一輪要大舉攻勢 不過這時候看到吳振聰跌在那裡 原來較早前,球撞過來 就是這裡 吳振聰就被人夾在中間 這個球受傷真是冤枉了,叔叔 冰空戰危,正所謂也沒辦法了 被人披著頭流血 因此要退出,再看看這個慢鏡的施射 好,吳振聰不能夠繼續比賽 迫於退出戰陣,保入吳鑑雄代替他 好,東方的攻勢現在很多 好,誰射? 澳沙的一射射得沒力 又被陳秀賢拍了 澳沙也頻頻助攻 因為球隊現在是0比1 在輸這邊的雙就是快樂空的高層 很緊張 好,間外球,扔下來 紋利一頭作出 然後陳志強頂來中間 好,李建和可以過來打 打給譚拔士拼最後的一頭 把這個球頂了入口 下半場的34分鐘 譚拔士在混戰之中 頭錘建東,替東方追成離手 陳志強打作,先過來 然後李建和批過來中間 再由施利,差頂了過來這邊 譚拔士最後的一個頭錘是建功的 1比1,東方幾經辛苦 才能夠追成離手 陳志強打在中間 李建和又噴過來 接著兩個鬥頂就益了譚拔士 左側押著的球進網 1比1,東方終於是追成離手的 這場球好看 然後1比1之後 法逆東立即插動攻勢 不過因而看到球失去了 位子轉過來,就驚下去了 接著看見這邊,手門又出 肌瓦又到 肌瓦這個球想老人命 大家留意肌瓦的球一燙上的時候 腳就升起了 因此踢到賢仔的上鑽 在這個時候,雙方球員就有一點混亂 幸好球證也控制得然 因為先將雙方球員分開 重替留意肌瓦的腳尖鏟向上面 肌瓦這個球簡直的腳去得很難 去得很難,他腳不是去球 而在一個球面上曬下去 這個球幸好逃過大難,沒事了 說回下半場,東方換了一個人 由湯五星入闢,這個就是施利 好,撈過來這邊 早前輕易做的事 格拉咸在這個時候 就是梅開二度下半場的三十八分鐘 又看快夜空再度領先 兩球球格拉咸,一球一個難 麥克蘭,重得很毒 這個球他不捨,撈過來這邊 完全走漏了這個格拉咸 第一時間用掃把腳 這球是把球拆了入網 二比一,紅衣的快夜空又再度領先一球球 換句話說,這球球之輸 東方的後防球員似乎走漏了這個格拉咸 完全沒有人看管 這個格拉咸每開二度 輸球的東方當然是狂攻的 有個球罵過來,很厲害 陳秀賢一跳高 雙隨把球打出底線 外面投物視觸門也觸不成 這個球陳秀賢的手錘打得很硬 雙隨把球打出底線 李建華,右路開出一個長角球 人從中跳起一頂彈中文尼 頂球的就是奧沙 跳的時間很準 也頂出一個地球彈中文尼 腳入網 看東方追成二比二的平手 走東方的勇敢相當高興 兩度落後,兩度追成平手 六三的東方,看看這個球 一頂彈地,原來彈中文尼的腳 文尼來不及提腳 解圍彈了一個球入網 還有一次慢鏡看 李建華開這個球落點都很漂亮 奧沙的後尚助攻 一向都有收獲 一頂彈中文尼的腳入網 二比二,雙方打成平手 接著發力通界界外球,開進來 格拉咸,一扣,拔也不行 接著過了第二個,好,慢慢探出來 牛熊搞定他了 牛熊原地站在那裡,躺起他身上射 老片被出界 如果這個球給牛熊射進去 就無需加時了 看看這個慢鏡 做了很努力的功夫 連過兩關的格拉咸 一罵罵就來 牛熊竟然間… 看見麥伯蘭押到這麼一射 喜福特 一擋擋出 然後李建華回來,把球撐回來 這場球真是峰迴路轉 雙方在發定時間 二比二打成平手 進入家事的時候 發力通也毫不氣餘 立即拆動攻勢 另外,林慶倫把球送中間 又撐到了 又是麥伯蘭撐到了 不過喜福特很厲害 這個球彈地 立即把球撐到 這個球是麥伯蘭撐到 這個球比較沒力氣 如果這個球是有力的話 可能難救一點 大家留意 劉明倫送過來的時候 一批球彈地 剛好喜福特 橫身在他的範圍之內 把球救到 麥伯蘭撐到十殺氣 表現也不差 另外,嘉士已經進入下半場了 雙方在這個時候還沒有記錄 仍是二比二 如果打成平手 就要射十二馬 好,先看看這個角球 背離一開開出來 中間陳發芝跳一頂 那麥伯蘭撐好球 驚嚇這個球踢下去 不過球證看過仰手的事意 說沒事 不過這個球應該有問題,叔叔 應該有問題 如果有慢鏡,我們稍後重溫一下 恩力見是大腳踩圍 在對方的底線上沒有人接應 麥伯蘭的助攻不成 被鷹壓回來勾跌了 看慢鏡了 陳發芝受不了湯遠昇 撐下來 右腳一扣的時候 驚嚇右腳勾著她的腳 驚嚇右腳勾著她的右腳勾著她的右腳勾著 球證看不到,非常可惜 應該要給一個十二馬 勾著她的腳,直接勾著她的 這下勾著她的腳去不了 直接勾著她的問題 我們再歪回頭看看這個球 一扣,驚嚇你的腳下了 下不了了,遞起來勾著 下腳的時候被人捉過 然後遞起來勾著她的問題 球證看不到,非常可惜 好,陳發芝在右腳勾著她的 這位格拉咸的機會是連中三元 他投訴說對方用手其實是沒有的 格拉咸就飛到盡,被他頭錘一鑿 是鑿中了柱子,救了一命 這下廢業功又不能夠增加紀錄 再看一次,陳發芝一斬 頭錘一鑿,中柱彈出來 沒有,彈出界,沒有手球 這個球沒有手球 仍然是家事之前的紀錄二比 羅繼華殺得正氣量 俄眉與側,馬上右腳拉高球進去 陳秀儀這場球的表現實際上不錯 雖然被對方攻入兩球 但是她也不需要負責任 看看羅繼華拉這個球 也是拉得挺漂亮的 楊建強助攻,彈前一彈 被陳發芝,陳發芝在較後時間調進來 好了,過了一關,陳發芝,突然 一比,比格拉咸,拔也拔不到了 左腳如果撈到中間,應該有機會 但是大猩猩的希伏特也醒了 一出來立即橫身,躺著球 不讓球傳來為中路 這些是外國的球迷很高興的 結果120分鐘打成二比二的平手 需要互射十二碼,決定勝負 快逆通才派殷力健射入第一個十二碼球 看看欣利健躺,這個球隊躺得挺漂亮 逐錯路了,大猩猩,希伏特 好,接著譚拔市看東方紫射 第一十二碼也漂亮 雙方互射十二碼都入 連2比2打和,現在是3比3的成績 譚拔市也躺得很漂亮 掃把腳內彎的射角 麥克蘭,第二個十二碼 是替快逆通射入的 兩番逐錯路,這封球也沒辦法了 好,這次由譚紹偉替東方射 第二個球員的十二碼也入 4比4的成績 現在連在加時前2比2 因為大家兩個十二碼都是射入的 快逆通派了貝利主射 這個球員的大猩猩 怎麼站在這裡都可以擋倒 但是守門員永無是這麼做的 都是逐一邊搏太小的 好,湯圓聲也是射入 好,5比5了 5比5了,現在紀錄是 因為大家頭三個十二碼都射入 吳鑑雄,在現場前塞機的吳鑑雄 這次一射就射失這球十二碼 被希伏特救出 快逆通射失一個十二碼 先射的就是快逆通 因為先射的就是恩力健 首先射十二碼 吳鑑雄也很失望 看看他這個球拿不到角度 直接拖不起這個球 六排比希伏特救出 王國安替東方射十二碼 還要駛一點,但是進 但是進,王國安射入 6比5了 最後這個紋尼如果射不進的話 無需再射了 中射你也算不夠運 紋尼射這個球拿到哪個頭是中射彈出 結果總成績是東方以6比5擊敗快逆通 最後我們訪問過東方的領隊 聽聽梁守志又說甚麼 你還沒打過 東方很久沒打過加持的 我想這次真的人得好險 全靠球員努力 大家用心 雖然兩度落後都贏得回 但是很幸運 曾經跟你談過 你認為東方不需要打到加持才贏 究竟今天為甚麼會打到那麼久 實際真的快逆通打得好 他們打出真是他們的水準 我都說他們贏藍話贏得有道理 賽前你認為會有機會贏得很輕鬆 經過了這場球之後 會不會對這隊球隊重新估計過 對我們自己無可估計 因為我覺得我們始終都是贏 但是對快逃通我覺得他是有力